各位南岛鄉親,大家好我是丁貴族 歡迎收看今天的南岛新聞 南岛管政府因為推動 南岛保理農場入管区開發計劃 在到今年國家到外建設中 歡迎農場入管区 最大的鼓勵和肯定 管匯伊南岛路山運轉区 為國土保有優秀發展的請求 運轉產業中間經濟幾個規劃案 得到一項一年 國家都外建設中 最佳幾個設計理經濟一種 建設處當中特別探討官務會議 將金一種的總組來憲法官長臨民情 我們獲得這個評定為國家周越金字獎 我們是感到非常的高興 顯示我們縣政府的團隊做事情各方面 都非常努力 該有創意的創意 該需要建設的我們就建設 這樣的話能夠獲得國家金字獎 是我們南投現民 全現民的一個榮耀 在這裡聽開那個話 在講什麼你尊重 你親手也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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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務會議之後 官務會議之後 官務所來基本 姓北平定 望路交流共識贏 要請擔心過重用以及地方 外交黨委、姓平委員的黃瑞如 主管為姓北平定科學 但姓北平定進入的推電 和國教處長作為探討相關議題 那觀光大縣呢就有觀光大縣的一個性別有善環境的建制 我們也都知道 南投呢 我們的縣長非常注重我們的農民 那農民呢 我們農村婦女的怎麼樣決策的參與 農村的經濟 或是我們農村婦女的教育 我們的健康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議題 那我們也看到 南投是一個比較老的一個縣市 那我們高齡者的社會的一些公共參與 這也都是我們縣府非常關心的 我認為在我們縣長的帶領之下 所有局處長的努力之下 無論是我們在業務當中怎麼來融入性別 或是我們性別的一些運作的機制更賤錢 或是我們可以在我們的業務當中看到更多的亮點 館長李明珍表示 希望透過共識贏 未來可以漸漸政府入獲物 以及性別平定議事 提供教官來每一個地方 讓社會大眾了解性別平定的重要環化電 記者 現時蔡英宏報導